你怎么认为 他要对付的人不是你呢 他有什么资格来对付我 他要拿什么来对付我 这也是我想问你的 但是我还是要说 这件事情 你处理得太冒失了 蔡薇是我的助理 他是因为我受罪的 我不能看见他被欺负的 所以就拿酒瓶子砸别人的头 没有别的办法了 我还可以有什么办法 我不这样做的就不能报警 警察不来 你觉得他们会任后面的事吗 会受到应有的惩罚吗 他们已经受到法律的惩罚了 我现在说的是 你这一瓶子砸下去 陈开仪翻身了 本来我们部的局 已经把他逼到死期了 现在他又逼到一个火眼 整盘棋都不一样了 什么叫整盘棋呀 他本来已经要走了 制造多方争想的局面 只是一个下台阶而已 现在你来这么一出 又显得出他有领导才能 整个局面要悬了 你到底了不了解陈开仪的 他是我一手提巴出来的 你说我了不了解 你们男人呢 得意忘形的时候 都是同一个样子 你刚刚这个样子 就像那个吴之斐一样 陈开仪是不会离开盛庄的 他当然不会离开了 是你给他的机会 他从来没有想过要离开盛庄 他什么无可奉高 什么十几个交易 全都是迷幻症 全都是假的 他这么做根本在掩盖什么 什么意思 你到底懂不懂女人 就像谈恋爱一样 一个女人如果哭着 闹着要跟你分手 只是她是想你挽留她 如果一个女人 撒定决心要跟你分开的 她一句话也不会说你 为什么要演一场大戏呢 你的意思是她的演戏 那她演戏给谁看呢 她要对付谁 就演给谁看呢 她为什么要演戏给你看呢 你怎么认为她要对付的人 不是你呢 跟她争主编的人是你啊 是谁一直把我推上 这主编的位子的 她有什么资格来对付我 她要拿什么来对付我 这也是我想问你的 Она 请不吝点赞 如订阅